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没有关系 但你一定知道他的老婆和丈母娘一家 美国名媛凯大山家族 就这样一位极音乐时尚八卦于一体的海陆空三西艺人 开启了自己的美国总统竞选之路 并且绝对不是来搞笑的 凯恩在自己的竞选宣言中说道 我们现在必须相信上帝的力量 美国人民要统一愿景 共同创造美国的未来 我正在竞选美国总统 此言一出便成功吸粉了特斯拉CEO马斯科 马斯科在其宣言下留言 全力支持 2020年大选还有三个月就会开始 坎爷这才开始竞选 时间确实有点紧张 但是坎爷作为自带流量的主 并且还有卡蛋山及其超级有影响力的娘家人 此等流量炸弹 助威此次坎爷竞选 所以也未必是一卵即时 坎爷还继续破了张 YZY救灾帐篷正在建设中的推文 看起来还真是有点政治家那味的 有网友在推特上发起了一项投票 调查用户对于川普 拜登还有坎爷的支持度 有近十万人投票 结果坎爷的支持率 只落后于川普2.4% 然而面对坎爷的竞选 还是有网友觉得儿戏评论到 坎爷的病是越来越重了 呼吁坎爷身边的人赶紧带他去看病 快救救坎爷吧 并强调道 这并不是人身攻击或嘲笑 这是发自内心的关系 不得不说坎爷在艺术领域 是一个绝对的天才 但是天生自带buff的坎爷 却患有bipolar造语症 坎爷的情绪因为病情会忽高忽低 并且时常出现一些反常的言论及行为 最著名的事件就是 2009年美国最大的颁奖典礼之一 VMV颁奖典礼现场 Tiler Swift的梅梅 获得了最佳女歌手录影代奖 上台激动领奖时 坎爷冲上领奖台 卓下梅梅手中的话筒说道 妹子我真是替你感到高兴 也会让你讲完话的 但是比奥斯的录影代是史上最牛的 没有之一 说完就扬伤而去 留下一脸懵逼的梅梅 坎爷之后在采访中承认自己有bipolar 而此次坎爷宣布竞选总统 梅梅的粉丝也纷纷callout 梅梅也出来竞选 很多网友说 梅梅相比川普和坎爷来说 精神状态稳定多了 而且也理性很多 梅梅目前还未发生 但之前多次采访 每每直接呛声川普的政策和言论 多次表达对于川普的政治手段 非常不满 坎爷一宣布要竞选美国总统 美国演艺圈就造了起来 多位明星纷纷宣布参选 除了坎爷和希拉里拉夫之外 包括林肯乐队成员 麦克小田 喜剧演员萨拉特隆索 漫画家斯科特亚当斯 在内的多位明星 已经在社交网站上 宣布参加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名员帕里斯·希尔顿 也不安于只做一个 平平无期的国际名员 在推特上 宣布自己将参选 下一任美国总统 并且说到 他绝对只支持国货 在阵亡将士纪念日 和劳动节之间 保证只穿着 美国设计品牌 The Blows NY的衣服 以支持美国劳动力 而其他时间只穿 Alice & Oliver 除非哪天我醒来 天气热的 我不得不为 我的美国粉丝们 穿上比基尼 国家第一位哦 这不宣言 小编怎么感觉 帕里斯是在广告种草呢 网友纷纷评论 Make American Hot Again 还有我们会为了 我们心爱的总统 把白宫刷呀刷呀 刷成粉红色 大家可能觉得 演艺明星来当总统 有点不靠谱 但是其实美国历史上 是有过先例的 著名的里根总统 年轻的时候 就是正儿八经的 好莱坞大白演员 他有一句很有名的比喻 政治就和娱乐业 没有什么区别 的确这句话 正在被应验着 这场奇幻色彩 越来越浓的总统角逐 到底最后 鹿死水手 让我们吃瓜一带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